今天剧姐不推剧,来说说前两天被送上热搜的一件事情,戏份,最近热播的香蜜沉沉浸如霜,不知道剧宝们有没有看的,这部电视剧也算不如使命。 在黄金党杀出来,成了收视堂靶子,杨子,邓轮的灵修CP也是大热门,但是最近大家追着追着忽然发现,咋回事,这主角的戏份,怎么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少,有时候还直接活在了预告里,开始一次两次还能理解,可是后来越来越严重,就搞不明白了,于是完美的被送上了热搜。 今天升旷空前,有了三个热搜,大概看了一下,开始属于男女主角戏份比较集中的,29集之后时不时的就出现男女主戏份大幅度下滑的情况,按照大女主的理论来说,男主戏份相对较少还能理解,但是连带女主戏份都能下滑,真的不太对劲了。 最可怕的时候,一集40分钟的电视剧,女主只出场32秒,比较被诟病的是男二论语的险交代得太过完整,有点要赶超男主的戏份,不少追剧的粉丝到后面,甚至改斗半评分。 罗鱼戏应该属于背锅的,采访时编剧说过,对男二的情感投入相对较多,那也意味着男二的故事线一定是相对完整的,不会差。 并且是无论谁也都是一条很完整的故事线,可能因为事情实在闹大了,官方不得不站出来回应,主要意思在于整体戏份肯定是大于配学的。 众头戏都在后头,现在播出的44集,还余下19集,那看来编剧们是每集就有一个高潮了,时长比较长,但人物设置上却出奇的弱,缺少了很多原著中拥有的人物色彩。 故事线都有点笨盘,看到网友的说法,总感觉这个男主,应该属于被骂的那种,总有一种拒绝小时候,看穷瑶电视剧的感觉。 因为爱情,一个出轨,一个当小三都是没问题的,当初是书还原度90%的,但如今来看并没有,原主粉丝尤其心塞,其中一位编剧还是作者亲吗?真的看不出事情吗? 把原本人物饱满的男主和女主都给弄得三观一个问题,这戏份问题爆发后,还传出了邓伦亚戏导致常常缺席拍摄,好在粉丝,总之片人都很及时的辟谣。 123天的拍摄,108天的出席,甚至常常常是工作,这就不得不再次疑问,超场工作台门故事线还这么薄弱也是不容易。 观众期待的续凤被捅就在今晚,离魔尊也不远了,观众期待男主领合范,真的不知道该说好还是不好,其实要说副线,也没有这么难的。 狼牙榜一共54级,里面的副线只会比项面多不会少,但是配角的人生起伏都是适当留白,用了几句话到时都给交代了。 刘义军的角色挂了也就一句话没了,就连长公主跟金刃的感情,也就是几句台词,说一句情书自愿,事故无悔,那段情侯这句话一下子深刻不少。 再来说仙剑奇侠传,就是有多个副线之称的故事,但里面的每个角色的前后期变化也都很合理,也没有那么多戏份,找林儿林月如都下线过,藤玉小宝阿卢的支线, 下线过却也完整,编剧之一回复,网友说剧本由主稿四十三集,到现在的六十三集,加上播出内容是有为了多卖钱注水的状态了,至于加了不少男二的戏份,估计是因为演员便宜,编剧自己注了水,又为了把副线和李化,却没办法圆了主线的坑,导致整体性差。 主角的故事看起来根本就是分光而鞋,七个编剧都明明就回来了也是佩服,演员接戏虽然主动性稍强,有选择的余地,但是电视剧后期却不在演员的选择范围内, 这种演员长期在剧组拍戏,但是后期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却主角常常消失,甚至人物没力住的电视剧也不少,尤其是这两年的,像是最近在播出的沙海也是一样的,开始是城市线,沙漠线并行,所以主角戏份分配,的都还算是正常的,按说应该主角无邪下线, 林处单线继续,本来书里没有的张日山可能是为了串林奇与老九门的线添加的,可最近,明显已经被林当初杀海少年冒险的故事, 昨晚无邪上线才算又有点回去的走向,也因为这个导致了张日山的扮演者张明恩受了不少诟病而发出,失出同门的老九门也一样, 当初剧演也是为了三叔努力的追了,九门在高幕笔记里的提及不多,故事性确强,招来的也是大流量, 陈伟霆,赵丽颖,张艺兴三位,其他的演员大部分属于不太出名,一样的毛病,主角起初戏份正常, 后期一样莫名其妙,的总要掉线几次,到最后这个老九门的故事现在是全盘混乱,剪辑混乱,故事拖沓, 在说起之前的几部电视剧也是一样,当初的阵容强大的青云志,李一峰,赵丽颖,杨子,每个人的人气都是很有的, 李一峰还特地在剧组拍摄了四个月,可惜一样的下场,莫名其妙老掉线,编剧还加了不少没有用的支线, 这次向秘主角戏份大幅度的少让网友们想起了被青云志支配的日子,再来说说两部现代剧, 郑爽麦哲和陈学东,白静琴等人主演了下制位置,也是受到大量关注,同样的问题, 本来以为是女主视角的电视剧,发现,女主这戏本真的是女主吧,只能说, 活在了演员表领先主演位置的女主,毕竟后期也是一言难尽的注水, 郑爽麦哲是很实证,出来澄清书是没有,按照签好的来的,那问题就只能处在编剧和后期剪辑上面了, 可能一开始就只是找了郑爽麦哲来拉一拉人气,跟郑爽麦哲情况不太一样的那年我们青春正好, 刘诗诗,郑海领先主演,也是名义上的领先主演,刘诗诗本人在采访中也说了拍戏的工作量秘籍, 且量大,按照刘诗诗的工作态度,你要的时间绝不会少给, 可惜,还是逃不过后期大喇喇的删减戏份,于正的凤秋皇,关小彤,宋威龙主演, 到后期,莫名其妙的成了女儿的主场,这种情况近两年时常发生, 电视剧主演模糊化,将当红流量消耗口碑,又让人家的粉丝努力宣传, 一种就像刘诗诗说的,后期剪辑并非演员能掌控的, 还有一种就是编剧本人水平实在受限,导致最后花费在附险心思多了扰乱主演, 主角的人设都开始崩塌,不知道剧宝们还有没有看到过这样故事给配角家戏最后毁掉的故事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